结束的我们第三章六个月后哦 这就是她所说的一切 我母亲转身评估这座建筑 用一根手指划过她旁边的窗台 她捡起一层灰尘 用手指擦拭它 这需要很多工作 我知道我打断了我指着她身后的窗户 但看看店面 她可能会在窗户上滚动 点头 有时她会在喉咙深处发出这种声音 她同意 小家 但她的嘴唇仍然紧绷 这意味着她不同意实际上同意 她发出了两次声音 我把手臂放在脚上 你认为这很愚蠢 她轻轻摇了摇头 这一切都取决于结果如何 李 她说这栋建筑曾经是一家餐馆 现在仍然充满了旧桌子和椅子 我妈妈走到附近的一张桌子旁 拉出一把椅子坐下来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你的花店很成功 那么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勇敢 大胆 明智的商业决定 但如果她失败了 你失去你的全部遗产 然后人们会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商业决定 她耸耸肩 这就是她的运作方式 你主修商业 你知道她慢慢地还市房间 就好像她看到一个月后 她会是什么样子 只要确保这是一朵勇敢的突百合 我微笑着 我可以接受 我不敢相信 我没有先问你就买了它 我说 在餐桌旁坐下 你是成年人 这是你的权利 她说 但我能听到一丝失望 我想她现在感觉更孤独了 因为我越来越不需要她了 我父亲去世已经六个月了 尽管她不是一个好伙伴 但她一个人待着一定很奇怪 她在一所小学找到了一份工作 所以她最终搬到了这里 她在波士顿郊区选择了一个小苏本 她在角植层带上买了一套可爱的两居室房子 有一个巨大的后院 我梦想在那里规划一个花园 但这需要日常护理 我的限制是一次一周访问一次 有时两次 你打算如何处理所有这些垃圾 她问她是对的 垃圾太多了 需要永远清理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 我想我之前会拼命工作一段时间 我甚至可以考虑装饰什么时候 是你在营销公司的最后一天 我昨天微笑着她叹了口气 然后摇了摇头 厉厉我当然希望这对你有利 当前门打开时 我们俩都开始站立有架子在门口 所以我把头绕过他们 看到一个女人走进来 她的眼睛短暂地扫视了房间 直到她看到我 她挥手说 她很可爱 她穿得很好 但她穿着白色七分裤 一场灾难即将发生在这个灰尘丸里 我可以帮你吗 我握她的手 厉厉 她用拇指告诉我们 前面的标志上有帮助 怂怂间 她看起来很旧 虽然她说她可能已经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 我只是出去散步 看到了牌子好奇 尽管我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她的声音很愉快 她的微笑看起来很真诚 我母亲的手落在我的肩膀上 她轻声亲吻我的脸颊 我得走了 她说今晚开放 我告诉她再见 然后观看她走到外面 然后把我的注意力转回爱丽莎身上 我并不是真的在招聘 但我说我会在房间里挥挥手 我正在拖地板或商店 但这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应该知道比持有专业的判断要好 但她看起来对最低工资的工作不满意 她的钱包可能比这栋楼贵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真的很喜欢花 她转了一圈 说这个地方有潜力的曙光 你把它涂成什么颜色 我双臂交叉在胸前抓住我的走步向后摇晃 我说我不确定我一小时前才拿到大楼的钥匙 所以我还没有真正想出一个设计计划 莉莉 对吧 为什么不呢 我不会假装我有设计学位 但这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 我免费做 我告诉我的大脑 你会免费工作她点点头 我真的不需要一份工作 我只是看到了这个牌子 我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有时我确实感到无聊 我很乐意帮助你做任何你需要的事情 清洁 装饰 挑选油漆颜色 我是Pinterest的 底线底线 我身后的某个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指出我可以把那扇破门让她变得宏伟 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几乎所有你知道的东西 都有用处我环顾房间 清楚地知道我无法做到要我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能连一半的东西都搬不动 无论如何 我最终还是得顾个人 我不会让你免费工作 如果你真的认真的话 我可以每小时帮你搬十个小时 她开始鼓掌 她走过去 痊愈了 她可能已经跳上跳下 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胡言乱语旁边的一张不满灰尘的桌子上 她说我丈夫正在街上的一家酒吧里观看棕雄队的比赛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和你在一起 两小时后立即开始 我相信我遇到了我的心最好的朋友 她确实是个Pinterest 底线底线 我们在便利贴上写下保持联系 并将他们贴在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上 她是升级改造的信徒 所以我们为大楼中至少75%的员工提出了一些想法 剩下的她说她丈夫有空的时候可以扔掉 一旦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处理所有这些东西 我抓起笔记本何必 我们坐在其中一张桌子上写下设计想法 好吧 她靠在椅子上说 我想笑 因为她的白色气氛裤现在满事无够 但她似乎并不关心你在这个地方有目标吗 问 环顾四周 我有一个 我说成功 她笑了 我没有怀疑你会成功 但你确实需要一个愿景 我想一想我母亲所说的话 只是确保她是勇敢和大胆的莉莉 我微笑着 在我的椅子上设置过滤器 勇敢和秃头 我说我希望这个地方有所不同 我想要冒险她眯起眼睛 要折笔尖 但你只是在卖花 她说你怎么能勇敢的秃顶鲜花 我环顾房间 我试着想象我在想什么 我在甚至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只是变得心痒难耐 就像我即将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 当你想到花时 你会想到什么词 我问她她怂怂间 我不知道她们很甜蜜 我想她们还活着 所以她们让我想起了生活 也许还有春天的粉红色 甜蜜的生活 粉红色的春天 我重复一遍 然后爱丽莎 你太棒了 我站起来 开始在地板上垛步 我们会带走一切 每个人都喜欢花 而我们却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 她做了个鬼脸 让我知道她没有跟随 好吧 我说 如果我们不展示花朵甜蜜的一面 而是展示邪恶的一面 而不是粉红色的上身 我们使用更深的颜色 比如深紫色甚至黑色 而不仅仅是春天和生命 我们也庆祝冬天和死亡 爱丽莎的眼睛是白色的 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粉红色的花 那该怎么办 当然 我们仍然会给他们想要的 但我们也会给他们 他们想要的 不知道他们想要她抓伤她的脸颊 所以你在想黑花 她看起来很担心 我不怪她 她只看到了我视野中最黑暗的一面 我再次在桌旁坐下 并试图让她加入 有人曾经告诉我 世界上没有坏人 我们只是有时做坏事的人 这些坏事一直困扰着我 因为这是真的 我们内心都有一点善恶 我想让我们的主题不是把墙壁涂成屠宰的甜美颜色 而是把他们漆成带有黑色口音的深紫色 而不是只在花朵和无聊的水晶表面上放置通常的柔和的展示 这让人们想到生活 我们变得前卫勇敢 我们把头发凸了展示深色花朵 包裹在诸如银链之类的东西中 我们不会将它们放在水晶花瓶中 而是将它们插在黑色炫玛瑙或我不再知道的紫色天鹅绒花瓶中 内衬银是钉 想法是无穷无尽的 我站起来再次 每个角落都有为爱花的人开设的花店 哪一层的商店为所有讨厌花的人提供服务 伊丽莎摇摇头 没有一个 她低声说 完全没有一个 我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可以了 大笑 伊丽莎也开始大笑 她跳起来拥抱我 丽丽 她是如此扭曲 太棒了 我知道我充满了新的能量 我需要一张桌子 所以我可以坐下来制定商业计划 但我未来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旧蔬菜箱 她朝商店后面走去 让我们把他们从那里运出去 去给你买一张桌子 我们挤进办公室 开始把箱子搬出去 一个接一个的进入后面的房间 我站在椅子上 让堆放得更高 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走动 这些非常适合橱窗展示 我想到她又递给我两个板条箱 然后走开 当我我正用脚尖把它们放在最上面 堆开始翻滚 我试图找到一些东西来抓住平衡 但当我落在地板上时 半条箱把我从椅子上拉下来 我能感觉到我的食物弯曲了方向不对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痛 直上我的腿 一直到我的脚趾 到我身上 莉莉说 天哪 你还好吗 鞋子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她开始拨打号码 然后抬头看着 我知道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但是你这里有一台冰箱吗 里面有冰块 我摇了摇头 我想她说她把电话扬声器放在地板上 然后开始卷起我的裤管我萎缩 但不是因为痛苦 我只是不敢相信我做了这么愚蠢的事情 如果我把它弄坏了 我就完蛋了 我刚刚把我的全部遗产都花在了一栋大楼里 我时至几个月都无法运行V8黑 依莎 她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声音 游戏结束了 你在哪里 工作时拿起手机 靠近嘴 听着 我需要那些人把它弄下来 然后在工作中说 宝贝 你根本就没有工作 这是紧急情况 我想我的老板扭断了她的脚踝 我也需要你带一些冰块 她笑着打断了她的话 你的老板宝贝 你甚至没有工作 她重复了一遍埃丽莎翻了个白眼马赛尔 你喝醉了吗 今天有一次 她对着电话含糊不清 你知道 当你送我们下车时 她有免费啤酒 直到她呻吟着让我哥哥接电话 很好 很好 马赛尔嘟囔着 电话里传来一阵喧闹的声音 然后是啊 丽莎把我们的位置输入手机 现在就到这里 请戴上一戴眼睛 是的 女士 她说哥哥听起来也可能有点醉了 然后有笑声 然后其中一个人说她心情不好 然后然后线路就断了 一丽莎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我去外面等他们 他们就在街上 你在这里还好吗 我再次靠在墙上 不 不要动 等他们来了 好吧 我不知道两个喝醉的家伙能为我做什么 但我不是我的新员工 感觉更像我现在是我的老板 我有点害怕他 我在后面等了大约十分钟 当我终于听到大楼前门打开的时候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你为什么一直在里面这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建筑 我听说丽莎说她回来了 她走进来 后面跟着一个穿着阿姨衣服的男人 她有点瘦 但很孩子气 英俊 诚实的大眼睛 头上充满了黑暗凌乱的重量 因为她剪了头发她手里拿着一袋冰块 我有没有提到她穿着连身衣 我说的是一个穿着海绵宝宝连身衣的合法成年男人 这是你的丈夫 我问她 丽莎翻了个白眼 不幸的是 她说又看了她一眼 周三下午穿着睡衣 的角度 她对另一个人说 她绕过军事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她的手臂神圣 底线底线 我知道那些手臂那些是滋养器官的手臂 爱丽莎是她的妹妹 她和丈夫一起拥有整个顶楼 丈夫穿着睡衣工作 每年收入七位数 只要我的目光与愤怒锁定 她的整张脸就会变成微笑我还没见过她 天啊 这六个月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我可以说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没有想到过她 因为我已经想过她好几次了 但我从未真正想过我会看到她 了 这真的是我的皇家兄弟 她指着她说 那是我的丈夫武术皇家走到我身边 跪下丽丽 她微笑着看着我 很高兴见到你 很明显她记得我 我可以在她会议的微笑 但和我一样 她假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不确定我是否会移动来解释我们如何已经认识彼此 哪里会碰触我的脚踝并期待她 你可以移动它吗 一些东西把冰块放在伊丽莎身上 当他们离开时 马修跟着走出了房间 她眨着眼睛说 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告诉我的头 你现在很兴奋 喝醉了 我开始担心你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新人 她笑了 看起来她是这么说的 但我向你保证 我很少吸毒 这是我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一天休息 所以我真的需要一瓶啤酒或五杯啤酒米歇尔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块旧抹布 裹着一些冰块 她把它递给了雷 雷将它按在我的脚踝上 我需要从你的卡车栏上拿出急救箱 对丽莎说 她点点头 抓起武术的再次用手把她拉出房间 瑞儿把她的炸弹压在我的脚底上 推我的手 她说我用脚踝向下推 很疼 但我可以移动她的手 如果她断了 她把我的脚从旁边移开到一边 然后说我不这么认为 让我们等几分钟 我看看她是否能在上面施加任何重量 我知道我没有看到她在我对面调整自己 她盘腿坐着 然后把我的脚拉到她的腿上 她环顾房间 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我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我笑得有点太大了百合花 大约两个月后她将成为一家水上商店 我发誓她的整个脸亮起来 不可能 她说你做到了 你实际上是在开办自己的企业 我不 是的 我想我不妨尝试一下 趁我还年轻 可以从失败中恢复过来 她的一只手握住了眼睛靠在我的脚踝上 但另一只手缠着我的赤脚 她用拇指来回刷着 好像她碰我没什么大步了的 但她的手放在我的食物上比我脚踝的疼痛更明显 我看起来很可笑 和和她说 盯着她那件纯红色脸身衣 我耸耸肩 至少你不会选择非角色的选择 她比海绵宝宝的选择更成熟一点 她笑了 然后当她靠在旁边的门上时 她的微笑消失了 她赞赏地凝视着我 你在白天的时刻甚至更漂亮 这就是为什么我绝对讨厌红头发和白皙的皮肤 尴尬不仅表现在我的脸颊上 我的整张脸手臂和脖子都红了 我休息 我的头靠在我身后的墙上 盯着她 就像她盯着我一样 你想听一个鸡蛋真相 她不是 自从那天晚上以来 我不止一次想回到你的屋顶 但我太害怕你了在那儿 你让我有点紧张 她的手指在我的食物上冲刷着我的食物 轮到我了 为什么她不眯起眼睛 当她的手移到我的脚底时 她慢慢地用手指从我的脚趾顶不到我的脚跟 我仍然很喜欢很像 底线底线 你有人喘着粗气 整个晚上都不是我 太尴尬了 莱莉和我都看着门口 伊丽莎站在那儿 睁大眼睛 她张开嘴 低头指着莱尔 你刚刚是吗 她看着我 说我对她感到非常抱歉 然后她回头看着莱尔 眼里充满了独意 你就告诉我的老板你想 底线底线 她哦 亲爱的莱尔把她的下唇放进去 咀嚼她第二次 马赛尔走进租约后面 说发生了什么事 爱丽莎看着马歇尔 再次指着她 她只是告诉莉莉 她想 底线底线 她的马赛尔看起来从竞争对手到我 我不知道是笑还是爬行躲在桌子底下 把你藏起来吗 看来是这样的 她说爱丽莎把头放在手里 天哪 她说看着我 她喝醉了 他们都喝醉了 请不要评判我 因为我的哥哥是一个 底线底线 我对他微笑 挥手示意 没关系 丽莎 很多人都想 底线底线 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来儿 他还在随意地抚摸着我的食物 至少你哥哥说出了他的想法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敢地说出他们真正的想法 皇家向我眨了眨眼 然后小心地将我的脚踝从他的腿上移开 让我们看看他是否可以给他施加任何重量 他说他和米歇尔帮我站起来拉牙指着几英尺外的一张桌子 让我们试着把他推到桌子上 这样我就可以包住他 他的手臂固定在我的腰上 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 以确保我不会摔倒 马歇尔或多或少只是站在旁边为了给我提供支撑 我在脚踝上加了一点重量 很痛 但这并不令人们难以忍受 在栏杆的大力帮助下 我能够一直跳到桌子上 他帮助我把自己拉起来 直到我坐在桌子上 是他没有坏 坏消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打开了急救箱 说你需要远离他几天 甚至一周或更长时间 取决于他如何愈合我闭上眼睛 把头靠在身后的墙上 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抱怨他开始小心地包住我的脚踝 伊丽莎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把他包起来 我渴了 马赛尔说有人想喝点东西 街对面有一个简历 我很好 罗亚尔说我要喝水 我说雪碧 伊丽莎说 马赛尔抓住他的手 你和伊丽莎一起走 伊丽莎拉开了他的手 了一会儿 然后说 好吧 但你可以如果你摆出更愚蠢的姿势 就不要解雇我 底线底线 我保证我不会解雇你 我保证我不会因为他再次抓住武术赞 并离开房间而解雇你 当他说我姐姐时 愤怒仍然缠着我的脚为你工作 你雇佣了他几个小时前他伸手到第一个周 孩子身上并拿出磁带 你确实意识到他一生中从未有过工作 他已经警告过我 我说他的桥死了 而且他看起来不像就像他早些时候那样放松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 你可能认为我顾他是为了更接近他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妹妹 直到你走过去 我发誓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低头看着我的食物 我只是不想让你认为 我试图以某种方式困住你 我们走向了与生活不同的事情 记住他知道并小心地设置了我的脚 回到桌子上 这是正确的 他说我专注于夜间姿势 而你正在寻找你的圣杯 我笑你的记忆力很好 我确实如此 他说语言微笑在他的嘴上延伸 但你也是很难忘记天哪 他必须停止说这样的话 我把手掌按在桌子上 把腿拉下来 你嗑 真相来了 他靠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说所有的耳朵 我毫无保留 我对你很感兴趣 我说你没有太多我不喜欢的地方 如果你能在在一起的话 我和你都想要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能停止说那些让我头晕的话 我会很感激 不是对我来说真的很公平 他点了点头 然后说轮到我了 他把手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稍微靠了靠 我也很喜欢你 我没有太多不喜欢你的地方 但我有点希望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 因为我不喜欢我对你的想念 虽然不是那么多 但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所以如果你仍然不同意一夜情 然后我想最好是我们尽我们所能避免彼此 因为这对我们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离我这么近 但他不仅离我大约一英尺远 而且大约十很难注意到他嘴里的声音 他的目光短暂地落在我的嘴上 但当我们听到前门打开时 他已经穿过房间的一半了 那时伊丽丝会在某个地方到达我们身边 莱莉正忙着重新堆放所有的板条 像爱丽莎低头看着我的脚踝 他问我有什么问题 我把下唇推出来 你的医生哥哥说我必须远离他几天 他递给我水 幸好你有我 我可以工作 做些什么我可以在你休息的时候 打扫卫生我喝了口水 然后擦了擦嘴伊丽莎 我宣布你为本月最佳员工他微笑着 然后转向马歇尔 你听说我是他手下最好的员工了吗 如果我能找到一个男人 可以将其缩短为第二个可爱的昵称 爱丽不不一样 你需要帮助回家吗 他问我希望下来并触摸我的食物 也许只是我的车 这是我的左脚 所以我可能可以很好的开车 他走过去把他 如果你想把钥匙留在我身边 请搂着我 我会锁好 明天回来开始打扫卫生 但瑞恩让爱丽西亚做大部分工作 他似乎几乎不敢碰我 上 然后坐在乘客座上 他拿出我的手机 开始将他的号码编入其中 雷靠在车窗上 确保保持眼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尽你所能 路径也有帮助 为什么不感谢你的帮助 爱丽丝爱丽结束了 说雷奥 也许你应该开车送他回家 然后搭计乘车回公寓 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铁路俯视着我 然后摇摇头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说他会没事的 我喝了几瓶啤酒 可能不应该开车 你至少可以帮他回家 伊丽莎建议来立摇摇头 然后当他转身走开时 帕特在车顶上 当伊丽丝把手机还给我 并认真的说我对他感到非常抱歉时 我仍在看着他 他首先撞到了你 然后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底线底线 他爬了上去下了车 关上车门 然后从窗户探出身子 这就是他余生单身的原因 他指着我的手机 当你到家时给我发短信 如果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把人情算作工作时间 谢谢你 爱丽莎 他微笑着 不 谢谢你 自从去年我去参加那场 例行音乐会以来 我还没有对我的生活如此兴奋过 他挥手告别 走向马歇尔和罗亚尔站着的地方 他们开始沿着街道走 我看着他们当他们转过街角时 在我的后视镜里 我看到皇家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 回头看向我的方向 我闭上眼睛 呼出一口气 那两次我和布里奥尔一起度过的日子 我可能宁愿忘记我父亲的葬礼 也宁愿忘记我父亲的葬礼 扭伤我的身体 我想分享给你 我并不是用一个肩膀 我并不是用一个肩膀